区块链这个技术当然可以实作分散式账本 但是有很多有区块链是不是链的形状 是图的形状或者是没有区块 但是是链的形状等等的各种做法 都可以去实现分散式账本 那分散式账本它的好处就是 它让大家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方式 去获得一个责心就是accountability 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这件事情 可以让大家有共识 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应用 目前都是用在一些彼此互相 不一定很相信的双方或多方 然后甚至在跨国的情况 然后想要达到一定的共识的情况 所以我们有家社会企业 它叫做杜杜克 杜杜克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好比方前给你波尔水灾 或者是给一些不同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大家最担心的 按照我们的很多的民意调查 都显示说最担心的就是 中间的这个经手的人 不知道他会不会就是hold to themselves to account 就是到底有没有把这个钱交到适合交的人手上 还是在某个地方就不见了 那他们就是应用以太坊 这个分散式账本 由中央大学的尤努斯社和企业中心 去给大家看这个赞助的流向 包含钱从哪里来发到哪里去 第二层第三层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它在分散式账本上面记录的仍然是新台币 它并不是就是ETH 如果是ETH的话这个最近跌了不少 但是因为这个是新台币 所以他其实用来做的事情只是确保说 在跨国的这个过程里面 每个人都有一个完整的好像捐助的一个履历 那这个履历呢就可以让任何人 不只是这个网站的朋友 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做验证 即使这个网站倒了 其实这一整套群众募资还是可以继续运作下去 它不会有一个单一的就是失败的一个点这样子 那所以在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除了在群幕之外 在各种各样子的需要产销履历的地方 不管是农业啊渔货啊等等 只要牵涉到这种多方之间的关系 需要有同一本account 目前我们看起来这个是分散式账本最成熟的运用之一 那其他的部分它还需要更多的数学上面的贡献 才能够快速的清算更多的所谓的交易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成熟的大概就是这一个应用 但是我也理解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做比较金融方面的应用 那我想这边其实是回到我们社会创新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regulatory co-creation 或简称沙盒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 好比像说现在数位政委 在这边说 就觉得分散式账本 目前成熟的应用是这个 那它就是别的应用还不成熟 但是你不一定要听我的 如果你觉得说不会啊我觉得它用来做一些别的像像是证券的 像是银行的像是一些金融方面的已经成熟了 那你不用管我啊 你就可以自己写一个版本的法律 一个自己版本的法规命令 然后去我们sandbox org tw去提案 那在我们sandbox org tw的朋友们做一个转介之后 就会把你转介到是平台经济 那就是国发会的平台 或者如果它是金融科技创新 那就是到今晚会的平台 或者是今年稍后 如果立法院顺利通过了无人载具 它需要一个地方性的试验 那这样它会转到经济部的这个平台 所以这是一个前店后厂的概念 就是在sandbox org这边 大家都可以提出 我觉得接下来一年 事情应该往某个方向走 那政府现在在挡我的路 所以我觉得法规命令应该往某个方向改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原始码开发上叫fork 就是开一个分支的概念 那当大家实验了一年左右之后 大家都有第一手的经验 我们这些行政官员跟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都知道原来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集合在一起 去找出对这件事情的想法 感觉是什么 那如果大家最后觉得这是对社会好的 那这个时候社会的声音就有进来 这就是关于社会的事情 社会参加所谓社会创新 那如果大家觉得是不好的 那我们就感谢投资人帮大家付了学费 那下一个创新就可以在这样子一个资料共享 跟资讯共享的平台上面继续下去 所以这种开放式创新 Open Innovation的态度 就是我们透过Sandbox想要鼓励的 所以不要被我刚刚讲说这个数学上 我觉得还不ready 所这个限制主 如果你觉得已经很ready 所以是欢迎到我们Sandbox来提这样子的意见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台湾的政府官员 何时才可以跟上唐委员的科技智商 首先我也不知道科技智商是什么意思 那但是我们如果讲的 一般来讲智商在做智力测验 如果有做过的朋友 其实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些对认知功能的测验 包盘就是要你正背一个数字 倒背一个数字 把某个图形转90度 转180度 这些只要你有一个手机 然后上面装了正确的APP 每一个人的智力测验应该都是报表 因为事实上它在测的是一些最基本的就是人脑里面的一些分区的认知功能 那这些部分其实就是AI现在大概都已经自动化的差不多的这些部分 所以我会觉得说只要擅长使用数位工具 不怕使用数位工具 那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在智力测验上面就是破表 那现在的问题只是说 那我们怎么样把大家的这些认知功能结合在一起 去找到共同的价值 这个才是我们身为人需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去做一些这种快速正背倒背 这些大概也不可能比得上电脑的这个部分 所以就连我自己都是把这些部分offload到 就是personal computing 就是我的手机或者iPad或者这些上面去做 我觉得不是靠脑子去硬背 我想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靠脑子去硬背硬算的这个时代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新的就是课纲 明年应该可以如期上路里面特别强调说 在以前大家可能还记得是用一种个人跟个人之间竞争的方式 去培养所谓的技能导向的竞争力 那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困难就是说 如果大家过度认同这些技能导向或智商这些东西 那等到这些部分 用的部分被自动化的时候 大家的dignity 大家身为人的尊严就会抽到冲击 虽然你还是很容易可以重新就是收到辅导啊就业啊等等 但是就是因为本来的认同是放在这些技能上面 把别人比下去 好像在一个跑道上跑得很快 那但是当这部分被自动化 因为12年国教过12年之后 大概可能都自动化了 领域都已经整合重叠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设计就是 那我们要让小孩认同的是所谓的素养 素养就是说你能够多有好奇心 多自发的去找到资源 那在过程里面你多能够跟不同背景不同领域的人互动 在过程里面怎么样不把对方当工具 而是找到共同的价值 那自发互动共好 这三个素养的特色 就是说我们越培养 它只会越来越彼此加强 而不是像竞争力 就是说你越培养 好像去把人比下去 所以我想下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就都可以用我刚刚讲的这种方式来运用科技 所以这种把人比下去的智商这种东西可能就会消失 我是觉得越快消失越好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台湾年轻人未来的发展建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在这边其实通常都会去秀一个图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那为什么特别秀这张图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是联合国当时就是2015年正式核定 但在前面他们问了全世界上百万人 就是一般的常民说你希望到2030年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呢这个特色就是说它不是靠各国的代表为他们的公民说话 因为好比像说像气候变迁对策 你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里面沿海的一小群人 这群人是受到气候变迁影响最严重的 但是因为他们人口少票也少 所以他们的国家不一定愿意帮他们发声 所以这是联合国第一次用所谓major group 就是所有受到某一个议题影响的 自己组成一个可以跟国家代表平起平坐的这样子一种程序 去凝结出这17项永续发展目标 以及数百项具体的指标 那这些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你做任何一个题目 它都不会跟其他题目起冲突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有一群年轻人做一个题目 另外一群年轻人做一个题目 但他们做得刚好彼此抵消 就是说一边有不利益的环境外不行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要解决这个不利益环境外不行 它造成什么别的社会问题 那这样大家就忙了一整个世代 可是等于回到原点 那永续发展目标的特色 就是说它把这些东西调和起来 把可能起纠纷起冲突的地方 去找到中间的 就是大家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这个终界点 所以就insure说 你这十次项目标里面 你在做任何一个题目的时候 你都只会加强别人 而不会扯别人后腿 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就是花多一点时间 去看里面比较细的指标 然后去把你做的工作 去跟这些指标加以对应 那这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这有点像是全世界开了17个channel 那你加入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说 全世界在解类似问题的朋友们有哪些 那这些部分也是我们现在 为什么台湾的社会创新 像我们办明日亚洲 办GEC plus 办这些 现在每一个具体的题目 我们就会去找 具体的SDG的标签贴上去 不是因为这些icon化的很好看 确实很好看 而是因为我们可以照着这样子的方法 把它去跟全世界在做同样题目的朋友们 结合起来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 其实常常你做一个很困难的题目 你会觉得很孤单 因为可能你的邻居 左邻右舍只有你在意这个题目 但是当有这样子全球网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全世界有上百万人 都care这个题目 而且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人在做 都可以成为彼此的帮手跟朋友 有八位朋友们都表示 妈我在这 做关号挥手 那接下来 有七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台湾的青年要怎么实践SDGs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会鼓励大家 就是我们其实 台湾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有自己的一个网站 就是si.taiwan.govtw 我不知道这边字看不看得清楚 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对于这种跨部会的大的议题 我们都会有一个 taiwan.govtw的这个网语 去让大家看到 我们跨部会的所有的概念 怎么样结合起来 那这个就跟以前很不一样 因为以前国外的朋友 看到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 他们一Google就发现说 四五个部会 各自有各自相关的计划 但是都没有整合 所以其实他们也不是很确定 就是台湾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现在的这一波新的网站 不管是ai.taiwan.govtw 或者是si就是社会创新 或者是ci就是民生公共物联网 或者是bio就是生意 或者是smart台湾 就是我们DigiPlus的 数位国家创新经济 我们每一个都把各部会在做的事情 全部统整到这样一种单一的 一战式的入口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入口里面 实际进去去看到说 所有其他人在做什么事情 那包含目前已经用商业创新模式 去解决SDG问题的 你也可以在这个 社会创新企业登记资料库里面 按照他们在解的问题 然后按照你的这个区域 去知道说在你附近有哪些生态系 他们长什么样子 他们的社会使命是什么 他们要做哪些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组织起来 集结起来 大家心里就比较有一个底 就是说你在做这些事情 那它是累加的 而且是可以加到这个 social innovation的community里面的 那这个因为网站上都有 所以我就不多说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很具体的 让公民社会的朋友 让私部门的朋友 跟让全世界的朋友 都知道说 台湾现在对social innovation 具体的那些案例有哪些 以及我们每年靠办 Tomorrow Asia 看GC Plus 所有这些东西 来等于要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 定期 snapshot起来 然后翻成英文 透过口译啊等等 让全世界的朋友知道 那这个同样也是大家可以帮忙的一个地方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对婚姻平权的看法 以及如何看待这次的公投 我想我自己是因为用不到婚姻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公投的各方 他们之间都很在意婚姻的价值 所以他们之间 彼此就是相似的程度 比我跟他们相似的程度要高一些 所以我是觉得 公投是一个很好的促进社会 就事论事的 把这个里面的法律含义 去进行讨论的一个地方 那我自己当然作为LGBTQ plus社群 我当然觉得说 就是权力的平等是最基本的 但是我们也了解说 大家就是对于特定的用词 会有不同的想象 好比像说 有些人想到婚姻两个字的时候 他脑里面的想象 就跟别人看到婚姻两个字的时候 的想象不一样 那我觉得因为公投 他成案之后 会有就是听证式的这种辩论会 他会有巡回的直播 他会有这些 我们叫做Deliberative Space 就是让大家坐下来好好听彼此讲话的这些空间 那反正隔着荧幕也打不到人嘛 所以应该是会比较文明吧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更加了解到说 大家看到不同的字的时候 脑里浮起的印象到底有什么差别 以及我们又没有可能虽然立场不同 但是找到一些共同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公投前的这个讨论的扎实的程度 决定这个公投本身的意义何在 如果他的讨论程度不够扎实 没有办法让大家虽然立场不同 但是看到相同的事实 以及找到类似的价值 那这样的话公投本身 它确实可能让社会感觉彼此动员或撕裂 但是我们看好比像说瑞士的例子 或Oregon的例子也可以看到说 如果你前面的讨论做得够扎实的话 它是可以让本来像瑞士 甚至是文化语言都完全不同的人 因为这样子的公投的讨论的关系 愿意觉得说好 那我们彼此就是一个共同体 所以不满意 但是还是可以接受 就是options going forward 就是继续往前走 一起往前走的这些选项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愿意 就是投入更多空投钱的讨论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大家可以帮忙的一个 很具体的一件事情 有一位台北清商的日本主委朋友 以及十位朋友问说 请问针对比特币或者ICO的虚拟货币 台湾会不会像日本政府一样去空管 首先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在国际上讨论的时候 最近我们才在一个叫做Global CXI 就是世界性的 就是讲人工智慧跟群众智慧 怎么样不要掌握在少数人手上 而是可以让大家都能够平等的去取用 的这样子一种一个世界性的 一个等于全球性的智库吧 那我是里面的成员嘛 所以我们讨论三个题目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人工智慧跟群众智慧 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彼此撕裂 我们怎么样子让Digital Identity 就是一个人他在数位世界里面的分身 是由他自己可信任的状况去掌控的 回到Personal Computing的这个想法 而不是就是好像是被你 你三四年前的某个snapshot存在某个地方的一个 可能已经过期了 你跟他又没有关系的data所掌控 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跨越 以GDP或PVP这种很有说服力 但是其实他没有量到很多外部性的不利益的这种东西 去试着去量公民对自己的决策 有怎么样更有信心 或者是大家过得多好等等的这种别的indicator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讨论了很多虚拟通货 那我就当时就跟CXI的朋友们分享说 我们在台湾是把它翻成虚拟通货 那通货其实是或数位通货 就是Digital Good Exchange 那这里就比货币的意义来的大 因为货币本来是好像它是一个 不是上面有标注任何特定的服务或产品 而是可以独立于服务或产品之外 去进行交换的一个媒介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分散式账本 它现在可以提供的 是比这个还多的 透过智能合约 透过一些新的设计 我们可以去说 我们直接把我觉得有价值的 跟你觉得有价值的 去进行交换 而不需要在中间透过Currency 透过货币 所以这个Good Exchange的这个概念 以及大家能够透过智能合约 来表达自己的偏好 自己的Utility Preference 的这个概念 其实是我觉得分散式账本技术 最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只是说 它可以跨国的汇兑的这件事情 所以目前我们台湾政府的 Position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我们是针对实质行为 去做控管 不管你用的是 所谓的虚拟通货平台 还是你用的是国际的什么金融网络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只要你在做的事情 相当于洗钱 相当于自助恐怖分子 那就适用于洗钱 自助恐怖分子等等的这些法令 我们并不是 因为它发生在网络上 我们就特别定义一个法律去说 在网络上做一件事情 它的该当的民法或刑法的责任 跟你不是透过网络做的这件事情 会有任何不同 那这个也是我们数位通讯传播法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们会控管的是本来在有虚拟通货技术出现以前就不合法的行为 而不是虚拟通货技术本身 那这个是基本立场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不该控管或什么 那很欢迎你就是提到就是金融建立下河里面 我们在sandbox里面来实验看看 当然法务部是一开始就已经说你不能实验洗钱 不能实验自助恐怖分子 因为这两个我们都知道实验结果会是什么 就不用再实验了 但是除此之外 如果你觉得有被控管道 然后你觉得不服气的 那真的随时可以提一个fork 就是一个分支的版本 那有13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台湾的邦交国快要断光光了 请问怎么样看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地位 是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台湾在不管sdg的哪一个侧面 哪一个方向 都有非常多在做 不管是循环经济 在做消灭不平等性别平权 其实就是今天一整天讨论下来 大家就可以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我们跟我们区域的其他地方 蛮不一样的 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专注在做一两个sdg题目 但台湾是每一个题目都有人做 而且都做得还不错 这是台湾的第一个特色 那第二个特色就是说 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 不是只为自己解决 因为这是一个叫做Civicus Monitor的一个网站 它量的是什么呢 是世界每一个区域的 公民的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结社自由 等等的表达意见的各种自由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亚洲地区 事实上连同非洲地区 就是完全开放的 就只有台湾而已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边可以释出来的创新模式 是公民社会可以挑战政府的legitimacy 可以挑战政府的正当性 而且政府是抱持着一种打不过就加入的态度 的一个地方 那在亚洲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 其实说政府不是只是在中间当一个空间的一个角色 当有创新发生的时候 像这个可能很多人有听过 就是空气盒子 距离比临时空物观测网 大家自己拿PM2.5的感测器 自己去量测学校啊 阳台啊 住的地方啊 等等的空气品质 那这个在亚洲很多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去很多永续发展的会议上做分享的时候 我常常就是靠这种视讯做分享啊 他们都别国都告诉我说 就是他们在做类似的事情的话 不要说到2000个观测站嘛 动员到20个人就被查水表了 到200个人可能就有人要消失了 因为说真的 这个是威胁到环保署的公信力 如果环保署的测站 虽然它是比较精确 但是它离你加500公尺 那有一个观测站虽然不精确 是你跟朋友一起加上去 你当然相信你跟朋友的 不会去相信环保署的 即使两个数字开始出现落差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在别的亚洲国家 往往这种 effort就被打压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不但不打压 而且还说那我们打不过就加入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民生公共物联网 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ci.t1.gov.tw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去看到公民社会有嫁的地方 然后不精确的地方 我们请公民众院 请其他朋友们去嫁 就是别人嫁不到的点 然后跟环保署合作 去做政府跟民间的协同部件 甚至去提供更便宜的国产的感测器 那目前这个社群也已经开始做水品值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水品值的量测 跟这些东西连接起来 然后防救灾等等 然后呢 而且呢 我们办一个资料应用竞赛 一个grant 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想出 拿这些开放资料 这些都没有隐私权问题 因为一条河不会说 我不想被量测嘛 侵犯我隐私权 这是不会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只要你能够拿这些资料 去让大家更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 进行讨论 进行创新 那你做的就比我们现在这些不会做的都好了 所以我们也不吝惜说 投奖这个300万 二奖100万 等等的这样的方式 去类似像我们总统卫社会创新黑客松一样 去让大家拿这些 一起做出来 co-curator的资料 那当然大家可能会问 那我们怎么知道 政府不会在选举前一天去篡改资料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社群 也跟就是分散式账本社群合作 所以在这个资料上传的过程里面 都会做checksum 然后会放到 就是分散式账本上 那这样就确保说 如果有人想要篡改 这个部分都会被看到 那所以这些创新 其实国际都看到了 而且因为它是开放式创新 原始码网站什么都在 就是全世界 想要做类似题目的都可以看到 所以不用政府去做国对国的交涉 我们甚至就是在这样的研讨会 永续发展的一些讨论场合 去提到台湾can help 台湾有这样子的例子 我们总统卫社会创新黑客松 有台水的朋友们捐出了水压水流量的资料 然后就有学AI的朋友们 去帮老师傅去找到最可能漏水的点 这个部分 现在他们团圆就在纽西兰了 因为纽西兰本来不缺水的 但气候变形开始缺水了 那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台湾can help 我们就派一群人过去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叫warm power 就是暖实力 就是我们有最开放的 至少亚洲最开放的创新的场域 我们的投入的解决的 这些社会问题 环境问题的技术 我们在这边练兵测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帮大家忙 那帮忙的过程里面 你势必就要去那边 那对方也要相信你啊 他愿意把他的血压水流量 这些很关键的资料交给台湾人 那所以在过程里面 我们就会有一个长期的互信的合作 而这个合作不需要是由上而下 透过所谓的外交部队外交部 而是说实际在做之间的社会创新团队 对各位这些实际在做社会创新的团队 当然还有一些很耳熟能详的例子 像台湾人去科索夫帮他们加 科索夫的网狱的倡议啊等等 我就不在这边赘述 但是这种所谓的数位外交 暖实力外交 是不需要传统的这种 一堆外交官 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开会的 这种方式就可以做到 他是在in the open working in the open的方式去做到 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 目前在亚洲 无可取代的一个价值 也是就是国际珍惜台湾 这个创新场域的一个地方 有时候有朋友问说 台湾青年在国际的竞争力跟挑战 以及怎么样鼓励青年跟世界连结 首先我会觉得说 个人的竞争力就像我说的 越来越不重要了 因为团队的竞争力 是建立在大家怎么样建立彼此价值上 那怎么样建立彼此价值 这种共好的素养 我觉得才是接下来 大家会就是需要花很多很多力气上去的 个人的竞争力 现在在碰到层出不穷新的问题的时候 已经很难就是用旧的方式 习惯的方式 等于每个人每天都需要调整 自己的学门的领域 去跟别的学门领域去做对话 那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协作的能力 这个比起就是周边的其他的国家来讲 我觉得台湾的教育系统 它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就是讨论 以及互相就是切磋 跟实验教育互相切磋 我觉得慢慢我们是培养出 至少可能二十几岁这一代 九九克刚这一代 我觉得是真的比较有能力 去用协作的方式 用collaboration的方式 去面对这种大的结构性的环境 或者社会问题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好处 那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说常常是我们会不会black 就是不吹嘘吧 就是因为我们文化里面有一个 就是不要事情做一半就嚷嚷的 这样一个传统 好像一定要做到九十分 才开始跟别人分享 但是我这边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一直很相信一句话 就是所谓万事万无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如果你做到一百分 那别人除了拍手好棒棒之外 他也没有办法跟你有有意义的回应 那反而是如果你就是做到四十分 然后就抛出来 那其实你就会得到一大堆 看起来一开始也许很酸 但是后来就发现 因为大家都关心同样的事情 所以可以一起就是并肩工作的朋友 那这个也是如果大家有用过 这个很多讨论区就会知道 如果你只是po一个问问题的 这个发文的话 其实大概不一定有人会回你 但是如果你po了之后换一个账号 然后提供一个很烂的答案 那所以忽然之间各方的专家都冒出来了 然后都会说这个答案很烂 这样子 所以po专引预这种事情是真的存在的 所以这个其实只是心态上的一个转变 就是不要有面子问题 那然后而且任何人对你的 做到不完美的这个情况的批评指教 你都可以把它当成是想要彼此协作的一个邀请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所谓这个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先承认自己就是没有人 这样子一种G0V的精神去进行协作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跟世界连接的方法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里也为公民社群打个广告 就是接下来10月的G0V的年会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在台湾所有在做这些开放式创新的 所谓的公民的这种生态系的朋友 会受到国际上那么多的瞩目 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解的问题 不管是怎么样子去让就是公民社会 跟公务员中间达到彼此了解 所以开放政府的联络人 或者是说去做一些弱势的一些朋友的一些赔利 或者组织 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在不实讯息 争议讯息的情况下 透过群众群包的方法 去做就是集体的事实 真实的一种了解 那又或者是说 MIT的那个做Civic Media Eason Zuckerman 也是Global Voice的作者 怎么样子去看待说 我们在亚洲这边的发展的状况 怎么样feedback回去说 不是说好像我们都用矽谷的技术 解决亚洲的社会问题 而是矽谷的技术造成的社会问题 亚洲怎么样解决 那所以就用他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让各国的朋友们 都能够了解到 我们是在这种公民科技创新的这种前沿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去寻回世界去开会 我们也可以自己在主场 然后不断透过这种有双相口意 有这样子的agenda setting的一种方式 去把所有在座类似的朋友都邀来台湾 那因为台湾不管是交通啊 食物啊等等啊 都相当的方便 所以每次来了之后 就有很多人愿意留下来当fellow 然后我们又多一批新的朋友 这绝对不是在帮那个四合一就业金卡打广告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会在意台湾 而且觉得台湾真的很适合做开放式壮件的朋友 我们就是透过不断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来跟世界联结 有十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面对AI技术日渐承受 导入民间取代现有的工作机会 一政府如何提出对此照顾被取代 无工作人民的生活 以及二对于新科技政府导入 AI协助政务的事情 以及现在的阶段应用为何 忠诚与强势的规划如何 这个当然是非常多个问题 不过既然有十位朋友要回答 我就一个一个回答 第一个是说 目前政府的想法是说 AI它是取代掉 工作里面融的部分 就是它的输入是固定格式 输出是固定格式 中间会累积大量的资料 换任何人来做都一样的这些部分 那不一定每个工作 全部都是这个部分 只有很少的工作 全部都是这种部分 像我们做教育工作 里面也有批改学生考卷 这种很融的部分 因为你换哪个老师 来批改数学加减乘出 大概都一样 那这些部分现在真的手机扫过去 就批改完了 那这个AI真的很可以帮忙 可是这个帮忙是extend intelligence 就是它让老师花更多的时间 在学生身上 它让人花更多的时间 在彼此身上 所以第一个我们这个对策 就是所谓的资通讯的这个素养 去了解到说有哪些工作是AI可以在某些环节去替代的 但是在需要人的判断的部分等等这些部分 我们可以留着我们的工作时间在这些部分 那好比上说新科技政府导入AI协助政务的一个方法 我们在之前就是每次讲到smart policy或co-creation的时候 大家都会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说好我们真的实验了一年 我们这个自驾车自驾船 或者是这种就是开一开就是飞起来的 或者是航行一下就到路面上这些东西 我们最后要怎么知道社会对这个的接受的程度 那在以前你发问卷啊电话民调啊等等的困难都是说 其实它是那个就是bit rate是很小的 就跟这人投票一样 就是年底投票的时候 大家上载的那个bit的数量 以前可能只有两三个bit 现在当然有公投了会上载十几个bit 所以有进步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每一个人 他能够上传评款是有限的 所以到最后的这个集体决策 他不一定真的充分反映大家的感受 但是如果这个负责类似中选会这样角色的 是AI的话 那他就可以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去让每一个人看到说 他的朋友们在这个感觉的Map里面 是在哪样子一个位置 那公务员就不用一直去手动的去做整理 所以我们不但可以透过自动化系统 像刚刚讲民生公务员网 去做共同事实的收集 我们也可以透过像Police这样子的系统 透过AI当做一个中立的开放的 大家都可以去检查他的运作逻辑的 这个讨论的引导者 去让大家在线上去分享自己的感受 分享完感受之后 我们又可以去做ideation 然后让最好的idea 就是最能照顾大家的感受的idea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AI power conversation里面 大家都可以很自由的去说 我觉得自家车里面 无人载具里面什么东西重要 或者Uber进入台湾的时候什么重要 那别人如果同意或不同意 你只要同意或不同意 你的位置就会在这些地方移动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朋友家人 怎么看这件事情 但是大家没有这个 很多人在设计空间的时候 会觉得一定要有一个reply button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们每一个空间 slido也好 join的联署平台也好 police也好 都没有reply button 没有回复这个按钮 因为我们就发现到说 如果有回复这个按钮的话 大家都花力气在 就是取消掉彼此的正当性 都在彼此攻击上 但是就因为没有reply按钮 你只能如果看到你一些 不同意的见解 你只能提出 你觉得别人更同意的见解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每一次运用这种 AI power conversation 省去公务人员整理的工作之外 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彼此的感受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好那有这五点 是大家都同意说 好我们彼此看法不同 立场不同 但是其实大家更愿意花时间 在reply consensus 就是在把大家讲的话 用更能够让大家认同的方式 一直重新讲重新讲 一直到能够讲成 大家觉得好 那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觉得 可能虽不满意 但是但可接受的共同价值 这个就在透过所谓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让彼此看到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所有这些辅助性的科技 都是在政府里面导入AI 那这个我们目前是透过示范的方式 去办了四十几案 那但是在过程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在文官学院 就是所谓见任生检任的这样子一个 训练过程里面 以及委任生见任的里面 去让大家看到说公务体系 因为替代艺退场了 所以以前让替代艺做的事情 真的应该让AI来做 然后以及哪些地方适合 哪些地方不适合用AI 这个是目前已经在文官学院 规划的这样一个课程 那中程跟长程来讲 当然我们AI的人才培育 里面有个口号嘛 叫做以战代训 就是说我们是实际把公务体系也好 中小企业也好 社会创新的团队也好 需要的问题抛出来 当做AI人才培训的作业 那所以呢不管是大学 透过USR 或者是有一些AI学院的 一些培训系统 或者是未来12年国教课发会 去设计这种 解决社会问题的这种学程 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原来AI现在的极限是这样 它没办法做到这么多 但是你解决10%的问题 你用这个方向做 你就是省大家10%的精力 所以不管做到怎么样 都是很好 都是很OK的 那我们也确保说偏乡的学校等等 都能够透过宽频 连到高速网路计算中心 然后用几乎免费的GPU 去让学生都觉得说 AI是你可以自己养的东西 好像是一个个人的伴侣一样 而不是说好像一定要是被 你看不见的这个大公司所控制 那所以这种AI民主化的部分 也是我们中长城的规划 那明年教育部会提出一个具体的 就是AI融入素养导向教学的 这样一个教案 有12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有没有办法淘汰脑袋有很多洞的政客 这个应该不是在问选举罢免法里面的罢免部分吧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很多时候它脑底并不是有动 而是有快取 快取是什么呢 就是像一个浏览器 你之前看过这个网站 然后你就很久没有再去那个网站 那你硬碟里面就会存一份 这个网站以前的样子 所以你没有网路连线的时候 它还是可以给你去看 离线浏览 但是我们在做网页开发的时候 常常那个快取的设定没有写对 所以网页即使更新了 那个浏览器下次来的时候 还是看到旧版的网站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些成见 因为可能它这个受教育的过程中 世界是一个情况 所以它形成了一些heuristic 就是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 所以之后就是很反射性的 碰到类似的情况 虽然状况真的不一样了 但是脑底的快取就起作用 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把人淘汰掉 而是怎么样把快取清掉 把快取清掉目前我们看到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实际去寻回到各处 实际让这些政治工作者们 看到说他们设计出来的政策 他们设计出来的议程 在民间的这边可能是花莲 然后这边可能是台东 的社会创新者的眼中 可能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那我们又用这个双向视讯的方法 每一次我这样寻回 就是可能没两个礼拜二 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过程里面每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 这边都有12个部会的朋友们 及时在这边回应 那回应的过程里面 其他别的部会的朋友就知道说 原来这件事情要这样处理 所以这种所谓的location independence 就是跨地域的这样一种协同合作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在帮大家 把本来脑补的部分 或者脑洞太多的部分 拿事实去把它补上 然后让大家能够参与到彼此的生命经验 那这是我们目前开发出来 比较快的一种 就是把脑底的洞 用真实的生命经验补上的一种方法 那所以不一定要淘汰了 你也可以就是把他们的脑补 换成就是比较正确的材质 有11位朋友们说 这个今天的青年领袖论坛受益悲欠 谢谢大家 然后也与许多业界精英分子交流 那有一个议题就是关于 长青长辈照护的未来 是否未来参考德国现行的 社区化照护的一个指标 非常好的问题 以我的理解 就是我们目前在推动长照2.0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有把在地老化 甚至未来在宅医疗这些部分 去考虑进去 也就是说我们后来发现说 年轻人要愿意投入照护的工作 我现在讲的比较慢 是因为我看到下一个问题 是问我可不可以讲慢一点点 投入照顾服务的工作 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第一个 他必须要有自己职业发展的 一种个人特色出现 所以才会是 为什么像台中市 会带这些想要投入照护服务的 青年的家长 去看像什么油本工作方 这些轻盈或者是老少 共同创造的一些咖啡厅 一些学习空间等等 因为他们就发现说 这样子这个店长 这个工作团队 他在做的事情 不是只是好像对被照顾的长者有意义 而是对于整个社区都有意义 那他们就发现说 如果有这样子向上管理 请家长看过的话 而且又跟家长说 中间有两年会去日本做语言交换 去吸取社区化照顾 以及在地地方创生的这些能力 那不但有国际化的视野 又已经保证在地化的就业 这个就业之后 又有自己个人独特性的 美学啊 意义创造啊 社区工作啊 的这个 impact 就是社会冲击力 可以做出来 这样子的话 他就比较放心自己的小孩 投入长期照顾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完全同意说 社区化照顾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部分 而且这个社区化 必须跟地方的整个创生的生态系 就是我们从一个照顾的创意 到一个照顾方法的创新 到这个变成创业 甚至一些劳动服务合作社等等 现在都开始出现了 以及这个东西变成 对大家都好的一个 创生的一个生态系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很好的 而且是我们已经在往这个方向 那地方创生 有很多青年大家可以参与的平台 青年好证那个平台 目前正在巡回处理这个议题 所以也很鼓励大家关注 未来就是透过青年好证系统 以及其他系统 对于在地区老化的具体的讨论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传统产业如何转型升级 新世代的台湾青年如何接班 以及延续中小企业的未来 要怎么样延续 其实台湾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所以我会觉得说 延续中小企业的未来 就是延续台湾的未来 那我们自己有很多相关的方案 那我自己负责的 就是里面社会创新行动方案的部分 那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跟其他的所谓的产业创新的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它是以永续发展目标 作为最基本的价值 然后以这个社会创新的典范 就是我们释出了什么东西 去跟国际分享 来当做它的目标 所以这跟以前政府在做社会企业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把价值培育 就是刚刚讲的大学社会责任 12年国教 以及国际连结 就是外交部 像这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的一些SDG相关的一些外交 都让大家看到台湾 怎么样可以帮忙 所以这里的接班 它其实一部分 不是只是把所谓中小企业 在台湾有非常多所谓的隐形冠军 他们就是在工作的过程里面 就一面解决社会问题 大家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大家不会到处嚷嚷 也不会用英文把自己的工作分享出来 更不会去 就是好像跟国际的影响力投资 国际的这些国际合作关系 联合国的人居属 或者是发展组织等等的这些 地方去进行实质合作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比较往邦交国比较多 那当然现在邦交国比较少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发展一套新的路线 就是说我们用开放式创新 让大家很容易知道说 台湾的中小企业正在解决的这些社会环境问题 也是整个亚洲都共同碰到的 那在过程里面 如果大家觉得政府挡路了 我们就马上来排除大家碰到的障碍 但是不是说我们要求大家要往哪些方向创新 所以这种开放式创新的做法 我觉得是我们目前这个阶段 台湾青年不需要去等说 在中小企业里面哪些位置空出来 而是说你透过结合各种不同的既有的创新的方法 去做社会创新 我也知道我这样子讲非常的抽象 所以我们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台湾很多的社会企业 其实都有20年以上的历史 那他们也同样有青年传承接班等等的这些情况 那在当年他们当然都是非常创新的 像喜憨儿三个字就已经是社会创新 因为本来是叫做可能智障之类的 那但是当你换成喜憨儿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他对社会有贡献的可能性 那我们很高兴看到 就是像喜憨儿基金会 跟民间的设计者 像点点上啊 这些青年朋友 他不是一个完全接班 好像takeover的概念 而是他作为一个连接者 去帮他连接一些资源 让大家看到说 原来有就是喜憨儿的情况的这些朋友们 不同的发展的朋友们 他们在艺术创作上面 其实是有过人的常才 所以这些部分充满同趣的这些视觉设计 其实都是就是喜憨儿做的 那我自己的办公室 大家可能刚刚有看到 就是这个空总旁边的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这个也是 这个足球就是喜憨儿画出来的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社会融入 我们就可以让大家更把他们看成是 是有具体的贡献 那或像黑暗对话 大家可能知道是让全黑的空间里面 视障的朋友们反而是在里面充满了自信 我们反而守之无措 所以他们可以带我们去做各种引导 又或者是说像我最近才接触到一个做太阳能光电 就是发展出来的一种助听器 他不用换电器 他是开放式的创新 在非洲去发展出来的这样一个team 那这个team他就是发现说 这些听障的人士 他们制作了一整套用手语 教他们电子电路 电机工程 这些的课程长达半年 那所以他们就可以设计自己的助听器 那因为他们从小都是学手语 所以手眼协调能力非常好 所以去做这样电子电路的工作 Arduino啊做板子啊做这些东西 比我们所谓的正常人 一般人99%都要来的强 所以就是在这些过程里面 去翻展大家的一些印象 像这个是对于接卖者的印象等等 然后去把大家看成是说 那他是可以有一个unique contribution 对社会上面不是只是坐轮椅 卖口香糖或卫生纸 而是透过社会设计的方式 大家都可以有一个mobile station 那没有电了可以帮你充电 网络可以分享 可以变成爱心伞 可以卖一些公平贸易的这个产品等等 那这个透过群目跟群众的协力 大家都会对这些所谓的障碍者 或者所谓社会上面需要辅助的朋友们 有新的想象 那这个就不是取代掉 本来中小企业的工作 这里面每一个包含辅具设计啊 这些东西都是台湾本来就很强的部分 而是试着用新的方法 把它们结合起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对社会更有公共利益的 一种接班的方法 所以它是连接的接啊 不一定是接续的接 有一位朋友问我说 这个我是不是买得起台北的信义区啊 这边意思应该是买不买得起台北信义区的房子啊 目前我是就是住在宿舍啦 就是政务官的宿舍 确实是在大安三年公园对面 那但是那个当然不是用买的 我觉得我这一辈就是觉得需要一定买一个房子的这样子一种感觉 至少我自己了 我自己并没有特别觉得说 好像我一定要在一个特定的地方 那当然是因为宽品已经是人权了 所以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他反而是挑可能食物最好吃的 人情味最浓的之类的 他甚至不是买房子 他就是买一块地甚至跟原住民族乘租一块地 很便宜 然后但是他要的就是那样子一种被社会支持的氛围 那但是因为又透过宽品网路 可以在任何地方去工作 所以我觉得就是台北信义区 他作为一个象征 他也许有一些身份地位等等上面的象征 但是这个区位本身的意义 我觉得会越来越少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像我现在在伦敦 我还是算在上班 或者是我礼拜三的office hour 我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来见我 或者是礼拜二甚至礼拜五 常常就会巡回全台湾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location independent的这样一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台北信义区 当然这里不是要对房价做什么预测 但是就是说他对于这个 就是这一辈目前很多工作的方式也许还有意义 但是随着AVR科技的成熟 随着远距成像 Telepresence技术的成熟 可能三五年之内 你住在哪个区域就会越来越不重要 不过这个大家都看很多科幻电影 也不需要我来这边说 OK 政府能够结合青年做什么SDGs项目 我们一向都觉得说青年是我们的想到 因为我自己是12岁才接触到网级网路 所以在过程里面 我当然也是类似数位移民 我要把本来在现实世界一些作业习惯 等于做一些转译 我才能够拿到网路社会上面来使用 但是比我年轻的朋友们 很多都已经 就如果你是30岁以下的话 在你就是人生经验里面 就没有哪一刻是没有网级网路的 所谓Digital Native 那这些朋友才是我们的向导 才能够把我们带向 就是有意义的方向 那我们这些就是 我现在算壮年了嘛 也不是青年了 的世代 其实就是去提供资源 然后提供等于后面 就是无止境的 你可以做尝试 然后失败 然后失败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对生态系有帮助 所谓开放创新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大家其实有空的话 行政院青年咨询委员会的这个网站 我觉得也可以花力气去看 因为他们关心的就是劳动权益 外交国际农业文化 很多东西都不是只是所谓青年就业 或者青年劳动或者教育这些工作 而是包含怎么跟全世界的原住民族去连接 包含大家不同的提案 然后以及希望 好像说我们国发会更注重 永续发展 等等的这些提案 我们一个一个都是拿大家的 这些具体的提案当做方向 然后呢 你看到深绿色的就是政府 已经因此调整了方向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powerful 就是说不是只是这35个人 好像代表全台湾的青年 这也不可能去做决定 而是说大家都有各自的人脉网络 然后大家把这些人脉网络里面重要的部分 做一个好像图像的一个盘点 然后让大家更知道说 有哪些事情是政府没有看到的 只有青年有看到或甚至做到的 然后他这样一提出来 他当然也没有奖金啦 但是唯一的奖励就是说 好那就从下一季开始 他就会变成政府正式的政策方向 那我们也很期待说 在就是县市场选举之后 我们会有更多的县市 也有类似居数力 那么高的青年咨询委员会 或者青年的议会 然后能够让地方的问题 也能够透过这样子的系统 去累积到地方政府 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 要开始做开放政府联络人的 这个系统里面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好然后还有五分钟 有十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这个用爱发电 是不是有可能发得出电 我想爱本身是没有办法发电了 但是爱是可以促进大家去做行动 逃避像说像我最近有帮那个阳光福特加 有录一个广告 就是用爱心重福电的那个活动 就是你本来要捐钱去给某一个社会福利团体 但是呢大家捐长就捐一次 然后之后就忘记了 明年他们又要重新募款 但是如果你现在捐的是帮他们盖太阳能板 那等于就是有固定的短购费率 在未来20年等于你就一直捐 而且你这个捐款有1.6倍左右的乘数效应 所以这个爱心能够促使大家 去把捐款放在这种永续的能源的技术上 那这个东西本来不会可以太阳能板的位置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让大家发现 这边也可以这样子去盖 那所以在过程里面就发出了电 但是我也承认说这是比较间接的 就是从有爱到有信念到有行动 它的这个分量还不是 %数还不是很高 所以从大家有一个具体的想法 想要捐钱到实际盖出了一个太阳能板 目前这个conversion rate还是有限 所以除了也是帮这个 就是杨光福特家募捐之外 也很欢迎大家去想 这个conversion rate更高的方法 能够让爱转换成电的这个转换力能够提高 还有三分钟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对于台湾新创团队基地及高知识分子 在台湾赚不到钱 导致人才被大陆挖角的问题 政府如何看待 首先我不是很确定说 这边指的是美洲大陆 还是欧洲大陆 还是亚洲大陆 还是非洲大陆 那因为我们都有很多朋友们在 好比像说澳洲大陆 就有非常多我们台湾的朋友 不管是去所谓的打工 或者是在那边发展社会创新 都是很多的 所以首先我肯定这个态度 因为岛屿有岛屿能够做的创新 那大陆有大陆面临的问题 那当然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 自己自我认同同时是岛屿跟大陆 就是澳洲 那但是我们毕竟不是澳洲 所以我们就是岛屿 我们有一些创新适合在这边做 适合拿去不同的大陆规模化 有些反过来讲 需要大陆那个面积才能够去做 但是适合在我们这边去精致化 所以这些都很难讲 就是要看你做的题目的性质 所以我会觉得说 有些题目像刚刚讲的 那个公民社会的空气感测器 那在一个很大的大陆区域 其实不一定那么容易固件 更不要讲政治环境 但是也有一些创新 它是需要一个很大的Line Mass 它才能够开始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那一个题目本身适合在哪里开始 而不是说它一定是在哪里赚到钱 或赚不到钱 因为经济活动 它是往高价值的地方去流动 所以我们只要挑有高价值的这些题目 适合我们的题目做 那自然这些人才跟这些经济 就会流动到这里 那我们如果硬去把自己想象成大陆 然后去挑一些不是很适合的题目做的话 那当然就会有一种 那我们不是更适合在大陆做吗 不管是美洲 欧洲还是亚洲非洲大陆 那这样子的情况 我是觉得本来就是地理的事实 这个就是要认清 那另外就是说 有很多朋友们来台湾就是念书 就是所谓的乔外声 他也已经很认同台湾 也愿意解决台湾的社会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对于他们留下来做创业 创业就变成外资 或者是就业 可能要一定的收入以上才能够永久居留 他在创业的初期是很困难的 即使他很认同台湾 那所以在过程里面 我们现在透过新经济移民法 等于是第二波 在所谓的外国人才专法之后 这个第二波是希望让国际的青年 在他还没有可能每个月就是很高的收入 或者是有的什么诺贝尔奖之类 所以没有办法顺利成章留在台湾的情况下 他只要愿意对台湾做出贡献 做出创新 那我们就给他一段时间 然后去证明说 他对台湾有正常的社会影响力 然后也让更多认同台湾的价值 台湾价值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 蔡文总统就之前说的时候说的很好 就是说 以前大家都觉得民主是两个价值中间的对决 但是现在在台湾 民主就是各种价值中间的对话 那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价值 在这些价值中间彼此冲突里面好像地震一样 板块中间彼此挤压 但是每年台湾都升高五公分 就是这种在冲突当中寻找共同价值跟创新的方法 这个才是台湾独一无二的价值 那能够认同这个价值的人 他自然会来台湾 我们政府不要挡路 让他们能够留下来 能够取得他们能够认同的一群社群 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好那所以今天就先回答到这边 那非常感谢大家问了很多非常棒的问题 已经72个问题了 而且还有朋友在底下已经开始聊天了 那我觉得这些也都是社区社会创新的一环 所以也就很鼓励大家用这样的方法 继续互相讨论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